苗栗半导体封测大厂晶圆电子爆发了移工的群聚感染 为了要避免疫情再度扩大 指挥中心就协调了台北荣总团队来支援 针对了晶圆电子全厂的7000名的员工 通通都要进行快筛 但由于这快筛是存在尾阴跟尾阳的问题 因此即使反复的快筛也不见得能够找得到确诊者 于是就决定要跳过快筛 三度的筛减改做PCR 假使这确定阴性的话 预计下周就能够回到公司上班 裁剪人员全身一层一层防护装备 移工宿舍前搭起棚架 外籍移工经过裁剪区前还得全身消毒 因为晶圆电子外籍移工经过两次快筛 近人还有30人应转阳原定三度快筛 但现在一律改由PCR检测 拉高准确率 有立委质疑是快筛厂牌失准 但中央说快筛与风险高低相关 有接触时的民众准确度可达八成以上 不过基本上我们大概都会 先一个礼拜先筛过一次 那第二等于是先一个礼拜先筛过一次 那第二等于是一开始先筛过一次 过一个礼拜再筛 然后到14天左右 我们再筛过一次 苗栗县确诊人数累计四百四十四人 其中82%就是外籍移工 晶圆电全体七千多名员工 必须经过PCR检测 确定阴性才能回到公司上班 前一天苗栗新增九名确诊 都是科技厂员工 晶圆电三度再筛 要尽快揪出隐藏病毒 记者彭正名许一文文彭馨苗栗报道